现在正是桑胜盛产期 由于桑胜价值高不仅是抗衰老妨碍的盛果 还被医学界预称说是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 很多人还把桑胜做成果酱或者是入菜 而今年桑胜盛产除了新鲜食用之外 有业者推出了桑胜园汁还有桑胜木耳汁 提供喜欢桑胜的朋友另一项选择 台十一丙线旁的这处桑胜园 农民正积极采收红彤彤的桑胜果实 结满了整棵果树 粒粒饱满 晶莹剔透 犹如红宝石一般的耀眼 可说是滑动纵骨的红宝石 因为桑胜的果实产季很短 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工摘取 否则天气炎热 大批的桑胜果就会掉落相当可惜 再加上新鲜桑胜保存不易 除了立即食用外 必须先冷冻 再行加工煮时做成桑胜园脂 或者桑胜木耳脂等等的产品 因此成本不低 因为这一片园区的主人 他是一对脑农民 然后他现在身体不是很好 自己没有办法来采收这方面 然后我就帮他去做采收这一部分 让他就是不会浪费掉 然后我接下来的话 也会让我的一些小伙伴们 他有工作做 然后我还可以把 因为他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还有 就是可以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说应该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宣传 那我觉得说 他还可以增加人的免疫力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需要 应该还是OK的啦 目前一瓶桑胜原汁500毫升仅卖新台币200元 为了服务乡亲也特别推出五瓶送一瓶的优惠 另外桑胜新鲜现成的最好 也可以直接打成桑胜汁饮用 营养不流失 还有很多人制成桑胜果酱或入菜 也都是不错的使用方式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